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石香境内海拔高度约为200到2000公尺 主要居民为泰雅族及客家人 金石香的山脉分成前山后山两大区域 层治高点与老化为分界 居民们与土地和平共处 拎着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及习俗 让更多人认识金石最美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来到新竹监石香啦 不过刚刚经过一大段的长途跋涉 好想去放松一下喔 大家都知道绣篮温泉特别有名 不过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幸运 刚好遇到绣篮温泉会馆正式营运 我要来去上一下啦 ilda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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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有在線上吃過飯 但是大家有在雲海裡面吃過飯嗎 這裡的景真的太美了 真的 好美喔 那個雲層就飄在那個山的中間 然後今天的流雲又非常的慢 對 就是緩緩的整個心情都平靜下來 而且老天也很給我們面子 我們一來太陽光就出現 然後直接灑下來 超漂亮耶 來的路上其實路還濕濕的 對 還沒吃東西就覺得超級享受 而且我們看我們桌上的餐點 超讚 而且我發現它很特別喔 它每一道裡面都有加入了 原住民的一些風味的食材 香料 但它擺盤的又做非常文青 對 很文青而且很好拍照 剛剛在上菜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在拍照 創新的料理手法 搭配新竹兼食箱在地特色食材 製作一道道別於部落風格的 創意料理 搭配上這百萬級的雲海美景 真是太享受了 妳這一道是什麼 牛肉鍋 它這邊大概有四五種主菜 可以做選擇 然後都是做這樣一個套餐 看起來很豐盛 對啊 裡面有非常多的蔬菜 牛肉 南瓜 木耳 先喝一口湯 超好喝耶 它竟然有馬告的胡椒 跟點檸檬香氣飄出來 而且大家看這樣清清淡淡 但我沒想到我一喝 就知道它其實是 整個湯是很濃郁的 蔬菜的香味跟牛肉的濃香濃 都完全在這部湯裡面了 而且它分量很十足 它給的菜 給的料都很多 而且還會有 那個味道出來… 有沒有聞到 我現在在旁邊 烏魚一撈我聞到了 好幸福 而且現在這個季節 喝一點熱熱的湯 不只心軟 我的胃也暖起來了 但我也很好奇 牛肉可以點這個 我剛剛一看到它點這個 我好羨慕 它這個叫做紙包烤魚 它就是用一個料理籽 把魚肉包在裡面 然後再下去烤 看起來超好 它打開的 剛剛打開的時候 有一個奶香味滿足的 對 有鼓鼻的感覺 是… 它除了奶香 它有一點羅勒清醬香氣 而且肉非常非常的細節 可以一整個套餐 有飯 有湯 有水果 很適合大家做 還有我們同事點的那個 山豬肉 對 山豬肉 對 這個是誰的啊 這裡是 是憲哥的 大家可能看到鏡頭有點抖 有點咬牙貼起的部分 人住民的山豬肉就是不一樣 它是屬於越嚼越香的那種 有時候我們會吃到一些 山豬肉比較直接 但它這個完全不會耶 它就越咬越咬 它那個香氣 會慢慢的一直飄出來飄出來 然後又可以感受到 肉質的Q彈 而且它那個 它的肉應該是有先醃過 對 好好吃喔 根本沒有什麼調味 我們企劃在燉泥 它一邊燉泥一邊吞風水 那如果有來到新宿店 實在想要在這種 五海撩肉 荻木撩肉的地方 吃吃飯 記得一定要來到我們這邊 滷皮一家人 吃飽飯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往下一個新聞出發囉 吃飽喝足沿路欣賞美景 走過來真的很舒服耶 而且跟大家說 我這邊發現這裡 有一個這樣子的觀景 還根本就是拍照的絕佳景點 我要趕快來多多太緊張 然後打卡超成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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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海拔 以前450公尺的魚老 是堅持鄉前後山地區的分界 在魚老派出所的兩側 設有景觀台 可分別一覽前後山的景致 東邊可眺望深圳的日風村 西邊則有遼闊的納羅西谷 天氣晴望時還可以看見 逐東與橫山的景色喔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 青蛙石天空步道園區 不過在進到步道之前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在納羅部落市集旁邊有一個 這麼漂亮的林蔭大道 可以在這邊拍拍幾張照片 再繼續往前出發喔 青蛙石天空步道 位於新竹堅持鄉 是一座非常新進分林的步道 從步道起點開始 就可以看到西湖上 準備跳躍的青蛙石 步道盡頭有一座 神空的玻璃彩繪步道 幸運的話 還有機會看到陽光灑下一道彩虹 畫過飛布的美麗景觀喔 從上南下來還有一個 這麼漂亮的青蛙石天空步道 想要享受憤怒之音 體會春林日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裡喔 這邊不只有一棵 超級像青蛙的大石頭之外 如果日氣好的話 還可以在彩虹橋上面看到彩虹耶 前面那邊很熱鬧耶 還可以敲敲幸福的鐘聲 我們趕快去看看 瓜瓜 新竹街實真的太好玩了 不只有百萬美景天然美人湯 還可以品嘗到地的部落佳搖 那麼豐富的有趣行程 你怎麼可以錯過呢 趕快安排一個週末來玩吧 想知道更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就請繼續鎖定我們的小斑 下次見 拜拜